周五近10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外长齐聚德国慕尼黑 出席这场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年度会议 会议一大焦点是已持续近一年的俄乌战争 当天德国总理肖茨、法国总统马克宏和波兰总统杜达 在会议的间隙召开联合记者会 表示三国将继续合作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德国总理肖茨当天在另一场演讲中 还敦促盟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主战坦克 此次会议中方代表对俄乌战争如何表态也受到外界关注 此前中共已被指控通过国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而遭到美国制裁 而近期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导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叫停访华 美中能否在这次会议中恢复对话也受到外界瞩目 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近几天美中双方一直在讨论 让布林肯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在会议期间会晤的可能性 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从2月17日持续到19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书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